議員有在提供 就是在指控我們教育局 對於本市的教保 服務機構不當對待 學生的事件 有提出市長三大承諾跳票 等指控 我在這邊 教育局要特別 在此嚴正的聲明 這全部都不是事實 不管是行政 立法都應該以兒童保護 為一個核心的關懷 而不應該誤導社會大眾 第二個呢 對於保護兒童 這是我們大人的責任 我們市政府在第一個時間 就已經做了積極的處理 我們是跟孩子 以及跟家屬站在一起 第三個我要特別強調 兒童的保護事件 不應該被扭曲為政治操作的工具 也一定要捍衛兒童的權益 那我們教育局 對兒童權益的捍衛 以及我們同仁 對這個案子處理的辛苦 還有我們認定委員會 以及調查小組 他們都是經經業業的 而且都做最快的速度在處理 我們要以肯定 而且我們會捍衛我們同仁的努力跟權益 我覺得一切都是說謊在說謊 我不知道說是不是七下滿上 還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手邊掌握了非常多的證據 其實事實上就是延誤了三個半月的時間 其實我們可以在第一個時間 更及時的處理這個狼師的問題 而且馬上就停聘他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最重要的方式 因為現在很多家長根本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這個狼師還是停職的情況之下 他還是可以回來中心 回來幼兒園 來跟很多小朋友接觸 因為很多家長不清楚 小朋友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他還是會因為這樣子回來 再去影響這些會造成更多的潛在受害者 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在第一個時間 如果真的掌握到訊息的話 就馬上立即停聘他 解聘他 然後讓他不得再進入校園 掌握的訊息是八月十九號 其實累計的總共有四個 四名的受害者去報案 那他們在八月二十號只做停職 然後到了九月十號的時候 其實當時法院地檢署已經帶員到這個幼兒園去 而且已經積壓了這個狼師 這名狼師了 九月十號就已經積壓了 然後到了十一月二號的時候 就起訴他了 那起訴完了以後 而且還要求積壓的時間 要延到明年的一百一十一年的二月九號 這個時序都非常的清楚 他們也成立 市府也成立的緊急應變小組 難道你這應變小組都沒有掌握相關的訊息嗎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司法程序 已經跑得這麼快的情況之下 結果我們臺北市政府的手段是什麼 先停職 停職到十一月二十一號才解聘他 發了他六十萬 那個時候人家已經起訴了 我認為這件事情之事體大 而且我覺得如果我們可以提早保護更多的小孩 是不是可以避免更多小孩受害 而且現在最重要的是 家長完全在都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繼續讓這個幼兒園繼續讓他們在收拖這些學童 我認為說蔣萬安如果不再處理這件事情 依法你可以處理的手段 你沒有積極有效的作為 你就是殘害這些小孩子的幫休